周六上午 文在寅和夫人金正书女士参观了位于重庆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向金九先生塑像献花并默哀 与独立运动家后代查续 这也是韩国在任总统首次访问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该旧址被韩媒称为建国之根 是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涉朝鲜半岛遗址地 为反日复国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在中国流亡27年 并在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目前登记在册的韩国海外独立运动遗址共有1005处 其中464处在中国境内 因此文在寅访问重庆被认为是寻根之旅 也有不忘日本侵略历史之意 告诉韩国人 包括韩国反对从海关系改善的人 那就是说中国与韩国有历史的渊源 那么在历史上就双方相互扶持 那么同时我们知道重庆因为恰恰有这种关系 很多的韩国有代表性的企业也在重庆有大量的投资 随后文在寅出席了中韩产业合作重庆论坛并发表讲话 为推进韩国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提出四大合作方案 当年下午文在寅还访问了北京现代汽车第五工厂 目前包括现代汽车SK海力士等韩国大型企业 均在重庆发展 而随同文在寅访华的有来自三星 现代和LG等韩国企业的300多名高管 外界分析恢复中韩战略互信 推动经贸交流恢复到正常水平 是文在寅执政后的主要努力方向 也是此次访华重点下功夫的着力点 中韩建销以来双方经贸交流成就斐然 且给两国带来巨大实惠 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典范 但是自萨德入韩后 双方经贸交流受到明显冲击 特别是对中国市场益存度较高的韩方受损严重 以乐天集团为代表的部分韩子企业度日艰难 韩国旅游观光和购物市场 因中国消费者的抵制而哀鸿一片 中韩关系可以说经济关系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战略基础 那么实际恢复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在经济上的合作是密切程度怎么样 周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文在寅时指出 双方应抓住机遇巩固两国关系转环改善事头 要加强各自发展战略对接 适时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继续办好中韩创新创业园 扩大金融合作 拓展人工智能 5G 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合作 为彼此企业赴双方国家投资新业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韩自贸协定于2015年12月正式生效 根据规定双方将在协定生效两年内启动第二论谈判 也就是以负面清单的方式启动服务和投资领域的谈判 将给贸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的中韩经济合作 带来新的提升 目前双方正在就此进行积极的准备 可以说恢复到了啥子之前的那种合作的顶层设计 而且你看到这次可以说范围非常广 不仅仅所谓传统制作 也包括高兴科技 金融 那也有涉及到中韩关于自贸协定的第二阶段谈判 这就是加强双方互相的这种投资 有观察指出从文在寅访华的内容看 中韩双方进行了充分而认真的准备 议题涉及外交 安全 经贸和人文交流等四大领域 总体西调热烈 充实 针对性强 不仅为文在寅执政后中韩关系的快速回暖 完成了阶段性总结 也以实际行动巩固了中韩建交25周年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但另一方面也应当注意到 萨德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中韩两国关系或多或少都会受到 美韩 韩日关系的影响 未来双边关系发展必须谨慎维护 防止出现新的反复 总体来讲啊 你看现在包括韩国国内的评价 认为总体达到了预期 因为这一次呢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可能韩国的外交也做得很细 那么当然这里边有个前提 就是中韩解决了双方最大的这种障碍 联合国安理会周六召开 部长集会 中文字幕提供